大龍師傅 食神首先要品評的 就是大龍鳳酒樓的總柱 大龍師傅的皇帝炒飯 好 居然將米漿在基維蝦裡來蒸熟 再用原隻吉品鮑魚渣汁 加上極品觀然來炒 表面上看起來平平無奇的炒飯 其實金雕肉砌高深莫殘 不愧有炒王的稱號 可惜水分太多 飯粒太遠影響口感 因為你連炒飯最基本的常識都忽略了 要用隔夜飯炒,炒王 零分 跟著試吃的就是錦江飯店大廚 劉三師傅的錦繡多尾魚 居然用鬚眉頭 星斑背 三刀腩 鯊魚身 鶯哥尾 重新砌成一條魚 還要一邊蒸一邊炸 每種魚兩種食法 總共十種不同味道 這條魚真是… 真是受了輻射 看見就想吐了 你還說叫我吃 零分 回家自己檢討一下 我 你就是多一塊魚 不是多一塊魚 你又多了幾塊魚 你呀 你呀,你多了幾塊魚 馬上要試吃的就是余善峰陳東師傅的素菜 金柳佛耶 以這道菜 材料變化豐富 刀工勢力造型突出 連最難刁的豆腐都被你刁到十分精細 刁了多久 刁了一整天 那就只有刁子 臭了 你聞到嗎 聞到 不過… 主要這個菜式呢 是顯示我快刀手的刀工而已 麻煩伸出你的左手 突出你的宗旨 快刀手 就切損手 好耶 現在只剩五陽酒家大村 楊振天還沒乾坤燒我 看來這次要拿冠軍 好玩神啊 冷了 零分 下班 慢著 乾坤燒鵝 當然內有乾坤 其實我們吃裡面的和花鳥就是 和花鳥有燒鵝的香味 而且保溫在這裡有時監食 合不合好 每一個細節我都計算了 食神 你無話可說吧 精彩 這次是至尊名廚終於誕生了 看著 都是零分 你怎麼會這樣 不是吧 為什麼 因為太醜樣了 不可能的 那些黃花鳥是八宗選一 人身材、樣貌 都是一等一的 我並不是指著長 是指閣下 我醜樣 我醜樣 你怎麼回事 關事 師問看見閣下的樣子 還哪有懷口成 所以我也不敢看你 臭樣子沒有罪的 有罪 作為一個廚師 應該考慮到食客最細微的心理 等於三級片的女星 都要去龍空來取悅觀眾 你有些潛質的 不過弄好用才說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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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完的手 啊 啊